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爬藤类的绣球 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叫落跑新娘 现在呢我们这些大的有几个已经开花了 不过呢有些缺乏营养 有的话说有小的嘛 大的呢要小四维数了 这种也有小的 小的呢就在前面了 好了今天呢来给大家看看落跑新娘啊 看落跑新娘之前呢 要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你可以看到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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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说 你后面这个黄黄的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养的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首先这个棚很高啊 我们没有加耳膜 它总体的一个保温性是比较差的 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棚里面最低气温 也能达到零下七八度 有大部分的这些落跑新娘呢 都已经冻死了 像我们嵌插的时候呢 像那种比较 活性比较差一点 那么点意思的这个都已经冻死了 然后呢你看 活下来的这不算很多 但是都很好 有粉落跑也有白落跑 有的话说老花衣 我有时候觉得你家的花比较贵 比较贵呢 我觉得应该贵有贵的道理 因为生产成本可能是比较高 但是你要反过来这么想呢 哎 你这个东西对吧 它肯定是耐活 该死的都死了 你看 该死的都已经死了 哎 活下来的都是好的 那有的话说 你们后边这些个怎么办 哎 我想的是躺平了 你反正就是养好了 今年不一定能卖出去 基本上就处于一个躺平的状态了 去年的时候还有人说 啊疫情你们不受影响 怎么不受影响 也受影响 这种呢 新长出来的这种叶子黄黄的 这就是有点缺营养了 然后有的话 我想找你药 说现在能出货吗 根系没有长满 出也是出不了 得过点时间出货了 对吧 根系都没长满了 出货的标准就是 一定要长满根系 才能出货 这个呢再养两天 另外呢 现在疫情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别的没啥 你们要的 就是想告诉你们都有 不要着急就行了 好吗 我说的话1 也会追赚1 白了